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5日 今天來到星期五 我們這一節繼續揭露五毛小粉紅 繼續因為 就是一個佩洛西事件 搞到他們 就是紮紮跳 相當之不空 甚至乎不是紮紮跳那麼簡單 一些人 就是在網上崩潰 看到這個佩洛西 訪問台灣在電視上 就是令到他們失控 在暴跳如雷 真的暴跳如雷 平時用來形容中共 真的 有視頻流出 即是影片 在網上流傳 這個佩洛西 在台灣出現的畫面 使得 五毛小粉紅 激到整個彈起 他們的情況 就好像僵屍被人把道符黏在額頭那樣 立即 陷入瘋狂 完全好像 用聖水灑到驅魔人裏面 那隻惡鬼上面 被聖水淋不到 立即發瘋 所以 佩洛西這次真的是 做到事 還有很多後續問題 當然現在 就是有解放軍軍演 解放軍軍演本身已經有很多笑料在裏面 其中一些 就是部分居然說因為天氣原因 就是取消演習 原來 他們演習 原來他們的軍事行動會因為天氣不好就取消 你不如放多兩日假才去吧 中國大陸的解放軍 真的充滿笑話 充滿中國特色 這節要說的 就叫做中國首善 這個人就叫做陳光彪 叫做首善 就當然是 據稱 做了很多 善事 但是中國大陸這些人 就是令人相當之懷疑 令人相當之質疑他是不是真的是一個所謂 慈善家 大家不用說得遠的 你看看 香港那班人 你就知道那些所謂慈善家 做了甚麼事 基本上他們所謂慈善 實際上 絕大多數其實就是在擁護政權 換句話說他們不是在做善事 其實他們就是在做惡事 不過當然他們稍微 稍微跟那些 為了拿利益 為了 純粹攀附權貴的人當然有少少的分別 不過真的很少 實際上他們也等於 是徹底 中共邪惡政權的擁護者 所以雖然是有分別 但是那個分別還是很小 不過當然我也覺得 這些人怎樣也好過就是一味貼著建制 想著自己賺錢 貼上去就是為了拿好處的人 例如容凱恩 這些人 從來 都沒有愛過國的 後來就做藍絲 然後 就是 加入建制 然後就是為了自己那個 榮華富貴 為了自己那個事業 為了自己那個 經濟利益 這些人 的確跟今節要講的人是有所分別 我們這節繼續講久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 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想告訴大家 他們現在最新的攻擊對象居然 就是 攻擊一些 國安處 和保安局 出來攻擊的人 這件事 真的可以說得上是非常無恥 早兩個星期 早兩個星期 本台 受到惡意留言攻擊 然後他們就是 出盡全力 在這裏 造謠生事 的確我們一直以來 這個台 經營方式就是 免費模式經營 為主 所以呢 他們越說 只會使得我們一直以來的聽眾 支持者 又或者 給我們幫助過的人 相當之憤怒 所以他們做的事 是有一個很大的反彈 本來 的攻擊 針對著一些所謂經濟利益 這件事 一定會有些殺傷力 現在 現在 這班人又轉向了 攻擊完本台了 現在又跳一跳 繼續攻擊 就是議會三子 我這一節就不是想說這件事 因為我想留下一節再說 但是我們想告訴大家 那些攻擊 除了惡意之外 真的告訴大家 中共 在背後拉線的機會實在是太高 或者我再退回一萬步說 如果 這樣的惡毒攻擊 背後 是沒有利益在後面的話 是沒有中共拉線的話 我真的想告訴大家 其實那種攻擊的惡毒 是更加可怕 而且我根本就不相信 這些所謂 自稱香港人的人 他們的行為 是連半點和半點藍絲也沒有分別的 換句話說 藍絲也說自己是香港人的 他根本不想你們 那班 反對香港政府 反對中共的人 做任何事 現在 這些力量 很明顯就是正在浮出水面 所以很簡單的 基本上他們做的事 徹底 是在做藍媒的角色 甚至乎他們比藍媒更加過分 直接 做 國安的朋友 所以請大家要小心看清楚 所以 我們一樣會繼續選擇相信群眾 決定投不投票 怎麼投票法 這個是 人民的權利 香港議會最大的特色 不是一個議會本身 香港議會最大的特色 就是我們去嘗試 去執行一個 就是符合普選的選舉 就是這麼簡單 換句話說 普選最大的力量 就是 選票在人民 的手上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 很多人叫你不要投票啊 很危險啊 中共就會跟你說這些說話 為甚麼中共說這些說話 跟某些人說這些說話一樣 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 他們自己 在做的事 就是在做中共的打手 這節還是不說了 留下一節再說 這節要說的叫做陳光彪 這個佩洛西 在訪問台灣之前 一大堆五毛小粉紅在喊陣 以為 中國大陸解放軍的威嚇 就會使得佩洛西跟美國讓步 結果正如我們所說 佩洛西 的而且確 是做到泰山壓頂不挽腰 當然啦 泰山壓頂不挽腰 也要 背後有一個強大的力量去支持 這個也是我們經常說的東西 到最後 不是說 腰骨夠硬 就可以硬去 實際上你的實力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經常說 你跟中共 要做到一個對抗 真的不是你的人夠硬正就可以 真的需要有實力幫助 所以我們一直都說 絕對不可以 將那個實際的力量 例如最簡單 軍事的力量 不能夠排除在外 所以我們經常說的東西 當然會得罪很多人 包括中共 跟中共相關的人 這個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中共就是不想你跟他對抗 最好你那群人 流散香港人 最好就好像8964那群海外民運人士那樣 最好就是各散東西 互相攻伐 然後 過了十幾二十年 都組織不了任何一個 就是有效的力量 甚至乎 比起維吾爾人 還要撐得更加多 維吾爾人 都搞到就是很多國際的 組織 出來 搞到 這個世界維吾爾大會 也都使得 歐洲議會通過 就是這個中國大陸 在新疆這個地方 進行 種族大屠殺 這個決議案出到來 這些事情就是中共 不想你做的 他就是害怕你 在國際上 能夠 繼續壓迫這個中共在國際上 的戰線 他就不想你做這件事 佩洛西訪台這個 中國首善 陳光彪就出來說 他們當初不相信佩洛西真的可以去到台灣 你夠膽就來吧 你來的話我把90%的身家 要捐給 就是共軍 出事了 結果佩洛西 真的去了台灣 現在 就有人縮沙了 本來 中國共產黨也不知道多想充公你的財產 不過就算你不說捐 他也會來充公你的了 現在每天 都在充公民產 這件事一樣繼續發生 不過 就是 說相關的話的人 就不是立即被人 收了90% 家產 這件事真的有點可惜 因為佩洛西 來到台灣之後 這些人就是 徹底崩潰了 他們不相信 原來佩洛西 真的可以去到台灣 結果 他們 緊急需要上微博 把 自己說的話 就是刪除 第一時間要把自己 說的話 要從網上 刪除 他們做的這些事 跟當日台灣選舉的時候 有一大堆台奸 賭韓國魚會贏 躺身買下去的韓國魚 是很相似 他們甚至乎 在網上 跟人在賭博 又說要 拍影片 又說要切腹 又說要跳樓 又說要裸跑 差不多 中國大陸真的充滿著 這樣的人 無他的 他們因為 看來看去就是中共的大內宣 看得多就人都瘋了 所以這班人不斷夾包自己 所以 這次 的確 掌聲是應該給佩洛西的 隨著佩洛西真是訪台 這個賭注 就是令到這班五毛和小粉紅 成為 徹底的 輸家 他們只能夠 就是走數了 所以他們在豪賭 豪賭的時候根本 不需要壓住 如果不能夠執行的時候 豪賭來有甚麼意思呢 其實的確令我們想起另一位 我們稍後也要說他 這個人不斷 經常說這些盤口出來 永遠都沒有兌現過 這個要說的就是蕭若元 現在 就是自己把自己的立場披露出來 立場 就是極度深藍 做了國安的朋友 其中一個一大特色就是 他們 完全 就是不看看到底將來的選舉要做甚麼 然後就出來跟你說 你們犯法了 這些叫做 不折不扣 出來 恐嚇香港人 無論你身處香港 還是海外 他們出來 目的說的話 就是要恐嚇你這班人 令到你們 就算有選票在手 也不敢去投票 這些是不折不扣 中共最喜歡做的事 恐嚇香港人 我們下一節再說 就算下班啊 是不折不扣 中共最喜歡的 全部抓到 阿米 到